謝謝你陪我 從而是以後 謝謝你陪我 需要你的時候 由一張照片串起回憶 男主角在職場上遇到困境 回想起過去一直陪在身旁的朋友 重回校園找回當時自己 英格工商BAMV謝謝你陪我 用微電影的方式闡述同學們的心境 照片其實是最接近時光機的一項發明 所以他其實在男主角 他在現實與過去之間徘徊的過程當中 他所有徬徨摸不著頭緒的雙重壓力之下 而看到以前自己的夥伴 然後看到以前的朋友 然後覺得哇 就是原來其實我曾經都一直有人一直在支持我 謝謝你陪我這樣 不過要製作MV可不簡單 光是音樂就是一大工程 雖然參與製作同學有音樂底子 也是學校樂團團員 但在創作過程中 也必須不斷地突破技術性問題 在創作這首歌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些技術上不一樣的問題 那當然就是學了這麼久 但是還是有些地方會不知道 那一定要自己去發掘 那很高興就是很順利 像今天的發表會也很順利 那我就非常開心 會有這部MV的誕生 是當時遇到疫情三級警戒 學生在家遠距上課 有多餘時間構思 並在兩個月內就寫出63頁的企劃書 因為5月其實就是上年的時候 5月就是停課開始 停課開始就是大家都在家裡面 然後時間多人翻變非常多 但那個時候我們反而就是 我們就關在家裡 沒事走 那我們就寫計劃書 我們就拼了兩個月 我們在兩個月的時間裡面 我們寫了63頁的計劃書 然後才把這個計劃 在11月的時候報告給校長 校長看到計劃書 發現不管是封面還是內容 不只同一拍攝 還主動幫忙募資 我想廣社科在影視製作方面 是非常專業的 當時我收到那個一整點 那個專業的報告 不管是封面 不管是內容 我想真的 比外面的企劃人 是不相上下的 我就被他們shock到了 所以我想說 我是不是有一些能力 可以來幫助他們 所以我就幫他們公開的募資 也找到我們家長會 我們的英哥地區的一個 相關的幫忙 我想各位所謂的反應 都是非常非常的熱烈 真的是讓我們 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 真的是這樣 MV耗時一年時間製作 有43人參與 學生從陌生到知己 也認識許多老師與學校規定 雖然每天忙到晚上八點 但過程卻相當甜美 我們從不認識 然後變成現在超級好 什麼話都可以說 就感覺多了很多朋友 然後也認識了很多老師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大家很不確定 但是慢慢的到後來之後 它慢慢長大 然後就好像變成一個自己 自己它就像自己有個生命題 然後就很像就是 未來它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們自己也不太確定 所以我們也很期待 這部作品在今天發表之後 在未來可以獲得不少的迴響 疫情雖然阻撓許多人的工作 但也激起學生自學的熱情 盼到作品公開發表獲得許多迴響 也讓他們更篤定未來的人生方向 記者吳永淳 英格報導